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我們在走一個好像可以壓榜表演的影響 那這都是 那現在我們留意聽你們的問題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討論一下 那謝謝大家 Mr. Kuba 給我們一個簡短的重要內容的提醒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Q&A 的時間 那我這樣想好了 我們現在先徵求一些 譬如有三個問題 那我們再來看說接下來怎麼處理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朋友有問題的 這邊好 我可以這邊 這三位好了 黃老師 謝謝 我們1992年到1960年在Reven School 那我幾乎每年都會回去 但是我每年回去 我就越來越感觸太景 越來越深 因為我覺得 德國的泰亞沒有台灣那麼大 尤其他們是有很短暫的夏天 可是我每次越到德國 我就發現 Even在阿紹 Even在山上 或者是白鶴島 很多地方都弄了很多太陽冷斑 我就回過頭來去看看台灣 台灣的一年幾乎有些難過 幾乎有真的是八個月以上的太陽 太陽非常好 可是我們台灣的能源政策 在備核的過程中間 我們花了幾百億的備用 我們既然大家政府如果今天能把這個備用 拿過來做太陽能板的話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非常值得發展太陽能的地方 可是我們知道台灣能板 台灣打過就是出口 到歐洲去 可能很多能板是台灣做的 可是台灣沒有在自己拿來做的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台灣的Lexit 我們的油 是 我們的油大概現在只有一馬克 一歐元 大概只有一歐元 德國現在要將近兩歐元 所以在這個政策上面 我們也沒產油 所以台灣的油其實比德國便宜 50% 所以我們的油價其實是比德國便宜 電價我們浪費了很多資源 結果我們沒有用到我們的太陽能 因為我們的太陽能 都完全浪費掉了 尤其我發現 即使我們台灣很多政府機構 那我們的台灣的屋裡 很多太陽能板都可以做 但是我們台灣沒有做 這個是我覺得 看到的非常可惜的地方 第三個就是 我們的河流的整治 當然我們台灣河流的整治 Compare to Germany 都去了 其實別再追了 可是我們的河流的這個 在不是雨季的時候 沒有去輸眷 沒有去太水泥化 做Compare to Germany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在環保政策 我們在抗爭的同時 其實都沒有找到很好的 resolution的方法 其實聽到 郭格這樣講以後 我覺得其實我感觸非常深 我其實很造型 我就很想覺得台灣的政策 其實不用多 看看德國怎麼做 然後把德國很多好的東西 然後台灣來 如果真的去用的話 我覺得台灣在美國的政治方面 其實是以待會 因為我們的天然之源 我們的陽光 我們的水 其實是比德國之旅更豐富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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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位 您好 我想請問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說 德國普遍重視 再生的環保 那 除了會長 他自己本身 在德國內部的更新之外 那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 德國聯邦政治公民教育中心 是不是 在這方面的 那個 認識的選擇是 也在有相當重要性的 對 就是 負能力 對 在負能力 對 在負能力 好 剛剛那位 你好 第一個就是想要問說 因為台灣之前有那個 風力發電風機的問題 所以我很想了解說 那德國自己在建立風力發電風機的時候 是不是有做過什麼樣的評估 然後那個時候台灣發生這樣一個 議題的時候 是不是有 政府有去 請你們協調呢 然後另外就是說 其實 最近剛好有接觸英國的 在台的一個辦事處 那他們是本身也是有一個 要降低 百分之八十二有花生排放量的政策 那其實據了解是 他們有蠻積極在流說台灣的政府 那不曉得德國在台前後 是不是也有相關的這一些策略這樣 謝謝 謝謝 其實德國跟英國在這個方面合作很密切 我們這個方面的目標很很像 所以我們在一些實現的政策會有一些差別 但是有一樣的目標 所以跟英國很密切的合作 那別的問題我覺得 我都要放在一起 因為 其實我發現 每一個國家的能源政策 應該是一個獨一無二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東西 德國走一條路 第一個是他決定他要飛河 這個不一定要玩 這是不一定在那邊 國家要考慮 可是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個 就是英國家的那個主化點 所以他太陽有多少 他在哪裡 他要不要河流 他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要考慮才可以 他要費很多錢 其實在那個 採生能源裡面的技術裡面 太陽能源是最貴的 問題是 使用它在哪裡 舉例子 台灣在熱水方面 有很多的太陽能源 這個方面 用太陽能源 用太陽能源 或者別的技術 其實非常有效果 尤其是在台灣 或者是在一個比較熱門的地方 你其實在德國一樣 如果我們剛剛說的 建築方面 那個靈堂的一個房子 他沒辦法 不是用太陽能源 可是在一個農民房 全部一個土地跟太陽能源 看他的成分 你看他的 需要的資源 所以要很小心 如果看這些政策 越來越多有 市場的影響 加強的影響 越好 讓大家投資在 針對的方面 不重要是 風力是 太陽能源 不足別的技術 如果真的要做一個 完美的政策 越少有些 越來越好 這是我們的經驗 也在 那個 在 在 在 採診能源法的 想法 是一個成本 普遍 其實每次 那個太陽能量 成分變得很少 他也減少了 他的普遍 還是不夠快 所以有時候 那個普遍還是太多 成分變得那麼低 如果這樣不夠快 要減少了一些 創造我們的一些問題 嗯 可是我們 你們都那個問題在裡面 都是那個 我們可不可以在台灣 做跟德國一樣 是不是 嗯 如果你們夠勇敢 跟台灣人說 那就你們的 顏價會提高三倍 如果你們夠勇敢 跟開車說 你們的那個 石油費 會提高兩倍 OK 可是 我要看你們出來 跟你們的朋友說這樣 所以我不憲勇台灣政府 呵呵呵 真的不憲勇 德國 我已經說 德國人出發間 比較簡單 你們一直都沒有 能量假切的武器 所以我們來講 比較簡單 改變那個政策 對台灣來講 改變這個施捨 會比德國很多 好 好 國立主席問 就是其實有個 政治教育的 就是公民教育的中心 他會注重很多免費的教材 而且還有網站 那其實我 我記得是有 在聖領人的教育 在國立主席問 那你會不會特別覺得說 教育上面要怎麼多 直接跟那個人類有關係的 教育評論比較少 我說 德國人對華報感情趣 就是在家庭會討論 只是有時候 小孩會回來 媽 爸爸媽媽說 這個藥房在回收的 那個 那個 熱色板 熱色痛 這樣的東西 就是 他們說 你 你住在德國 你沒辦法 碰到這些想法 所以 我 我不要說 有一個政策 其實是一個社會的 不是 我們這些東西 它是出來的 我給你們介紹的歷史 它是出來的 從一間 德國人參與的地方 它也出來是因為 德國人害怕未來 所以他們害怕一個 垃圾太多的未來 很少的德國人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 在傳造的垃圾太少了 因為那個 尤其是在 那個 油貨 然後垃圾沒有了 這是台灣一樣的問題 其實他們可以 用 比較多的垃圾 他們現在 有損失 因為垃圾不夠 很多 德國人不知道這個事情 他們可能也不願意 接受這個事實 因為 我還會 呃 怎麼說 我會 還會 呃 玩在一起 跟他們的想法 越少了垃圾 越好 其實突然 有人說了 這是比較多垃圾 也不錯 他們覺得他們不行 呵呵 所以 教育 我會不會說 有一個 一個 達成功 或者黃鴻 教育 是社會的想法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獨自 一個感覺 讓大家決定 他覺得是不是對 是不是不對 最重要的是 一直聽 普通的看法 聽 數字 就是 聽 人討論 在比較 在比較穩定的 基本上 會做一個決定 一個很好笑的 說話說 我們討論以後 我們還亂 就是在比較 高的水平上 現在開放三個問題 剛剛這邊是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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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